自古以来神农家都流传着各种神秘的传说,而在这些传说中最为让人深信不疑,的当属野人的传说。那么野人到底真的存在吗?我们不得而知,但我相信有一个人也许了解。 他叫张金兴,为了研究野人,他骑驱神农家长达22年,历经三次婚姻,采集了一百多根可疑毛发,发现三千多个可疑脚印,并且决心在2019年,公布野人的真相,图片来自东方IC。张金兴来自山西于自市,从1983年的时候便开始了不俗的经历,自费独自旅游中国中东部所有18个省,市, 自治区主要明山大川,之后独自徒步探险活动,先后数次跨长江,赌黄河,登长城,穿越沙漠,为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活动,行程两万六千多公里,途经全国28个省,市,自治区主要城市,被誉为神州第一旗,荣获山西省特等宫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1993年9月3日,是张金兴改变张金兴最为主要的一年,有群众表示,在神农家看到野人,从报上看到新闻的张金兴很兴奋,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搜集资料,走访相关人员。 1994年7月,张金兴揣着筹措来的三万元,向国家有关部门,提出,了到神农家考察野人的申请,为图片来自东方IC,了表明要找到野人的决心。 张金兴叙叙明智,不找到野人不刮胡子,胡子最长的时候有一尺多长,因为吃饭时胡子都会粘在汤碗里,后来张金兴把胡子剪短了一些,每次要在山上待几个月,随身带的粮食肯定不够吃,只能吃野菜和野果。 但很多野菜和野果,野蘑菇都有毒,有一次,他是吃一种野蘑菇,结果中毒,昏迷了十多个小时后才醒来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入夜时分,山里鸟虫周秋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野果的气味,张金兴站在夜色中,微闭着眼睛,白色的胡须在微风中轻飘着,听着周围的交响乐,宛若入定老僧。 二十年来,他一直过着这样苦行僧般的生活,只有在心情好时,他才会带点酒和花生米上山,将野菜粥熬好,一个人看着月亮,听着鸟明寿后,对应成三人,倒也别有一番味道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最重要的是南天文阴域和峡谷神秘区,面积有53平方公里,他把它命名为一号区,科考大本营就设在这个区域。 二号区是神农区,从太子牙往东,包括大,小神农甲,这个区域有71平方公里,因为精力有限,他观察野人基本上,都在一号区和二号区。 二十多年间,张金星所过的生活,一般人难以理解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住眼洞,七身树屋,绝粮断炊石,靠吃各种野菜,野果,野菌,甚至如毛饮血为生。 因为山里湿气重,张金星患上风湿病,栽神农甲,他也成为传奇人物,连他那双一大一小的眼睛,也被说成左眼直视前方时,右眼可以扫描周围的一切。 张金星练就了超强的户外生存本领,他能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靠野果,野菜生活一个星期,一口气爬上一棵二十米高的大树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但找野人并不是那么诗情画意,多数情况下,这种风餐露宿的日子是凄苦而艰辛的,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,在阴郁河,他掉下悬崖,导致手指骨折,至今留下残疾。 他五天五夜困在大雪中,冻伤了手脚,他还被黑熊抓伤了额头,与金钱豹狭路相逢,探险中最惊险的一次,是张金星现在想来都还几倍发凉,当时大雷下雨,他因躲在树下差点被劈死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除了探险之外,他的生活也是十分的传奇,张金星家有七兄妹,张金星是老大,家里人对他寻找野人并不支持,认为他走火入魔,荒废人生,张金星对此不做解释,他觉得解释,只会让他和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张。 2003年,一个武汉女人表示愿意与张金星结婚,和他一起进山考察野人,可是好景不长。 这段婚姻很快宣告结束,图片来自东方IC。之后,张金星迎来了第二段婚姻,可结果同样是不欢而散。 经历过三次短暂的婚姻之后,张金星又恢复了单身,他还是习惯一个人回归到大自然里,去探寻野人的秘密,后来他也认了,也不想害别人。 张金星说,二十年来,他始终有一种使命感,我感觉野人在召唤我,这件事情非我莫属,野人就是我的情人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那么野人真的存在吗? 张金星说,野人当然存在,他不止一次见过野人。他从屋子的一角搬出几个长三四十厘米左右的大脚印模型,并宣称这是野人的脚印。 二十多年的深山老林生活,让张金星与当下社会格格不入。 张金星喜欢独居,和别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,他会很局促,我已被野化,适应不了这种世俗生活了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野人的资料为什么不公开?张金星说那是自己内心的一个节,你想,一公布,野人还有安生日子过吗? 他说他将会在六十五岁之前,公布野人存在的证据和全部资料,如今距离这个期限,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很多人都想知道,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。 但一些专家因为没有实际的考察,所以不是很可信,相对的张金星的话也许可信,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图片来自东方IC morte 图片来自肖ower